大家好我是本週的Vlog Girl Esther 今天呢要跟你們分享的是 滿滿豪華的聖誕節組合 讓我們一起來看吧 第一個呢是雅詩蘭黛的聖誕節組合 裡面呢它有雅詩蘭黛非常經典的一些暢銷產品 像是像這邊呢我們也可以看到這個原生露 而且它是清爽版的 就是你知道不分肌膚你都可以去使用 我還滿喜歡在夏天去使用它 因為它滋潤但是又不黏膩 妝前使用的話我覺得補水效果非常好 另外呢還有這個這個誰家沒有這個東西 小棕瓶 然後另外還有這個就是眼部精髓 還有呢抗老大家都知道無敵霜有沒有看到 然後這邊呢還有一個東西我非常想跟大家分享的 就是他們家的唇膏 就是他們家的唇膏是那種滋潤度極高的你知道嗎 然後保濕度和水潤感的部分也非常的好 然後另外它這邊有一些彩妝產品 像這邊呢有腮紅和修容都是一些很實用的顏色 也是不分季節的那一種 眼影盤有兩個顏色 所以像這一組的話呢我跟你講超划算的 我看了一下公關稿 本來要一萬多塊現在才兩千多耶 欸我一年份的你知道媽媽的禮物 我就直接買這一組就好了 Kiehl's 哇這一次這個組合實在是讓我太興奮了 你們知道嗎 好我先講一下這一次呢 就是Kiehl's是有先跟一個 法國的插畫藝術家做聯名 所以你可以看到它的和聲 就是那個插畫家設計的 然後呢打開之後呢 欸 有沒有看到 滿滿的小格子 我跟你們說這一次組合厲害了 它有把三樣非常經典熱銷的產品呢 放到裡面 這個 喔 是我非常喜歡的 冰和糖蛋白保濕霜 然後就是他們的正貨 這個的話呢就是我跟我媽都非常愛 因為它的保濕度非常好 然後同時呢可以在皮膚上面包睡以外 又不會讓皮膚過於的黏膩 所以擦完上妝妝有夠服貼 這是他們家的酪梨眼霜也是經典產品 然後同樣是正貨 我小時候第一個就是被大家推坑的 專櫃的護唇膏就是它 就是Kiehl's的一號護唇膏 滋潤度很高 然後同時又可以讓你的嘴巴水水的 他們家還有其他非常經典好用的產品都在裡面 讓我一一給你們看 來來來大家看過來 有沒有看到非常經典的產品 那我個人呢 覺得最得推薦的就是你知道嗎 金盞花化妝水我的愛 你知道鎮定皮膚很油感 然後另外呢還有這個 11K打神力小紅瓶 你知道你皮膚想要更細膩 本來就很細膩想要更細膩的人 你可以試試看 然後另外呢他們這次跟X畫家聯名嘛 所以呢還有推出就是如果滿額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得到一些像是化妝包 然後甚至是托特袋 這都是滿額正可以得到的喔 我們來到了Cisley的巴黎美膚中心的總部來做一下SPA吧 為什麼會講到這個 就是因為他們這個盒子的設計呢 就是他們這個巴黎的美膚中心的那個店面 然後打開來之後呢 也是滿滿的小禮物在裡面 那另外我要特別講一下 他們這個全能乳液呢 其實就是他們暢銷40年的一個乳液產品 而且呢其實我滿常在化妝師的化妝箱裡面 會看到這個乳液的 因為它本身的修護能力很好 然後在外加呢它會讓你的皮膚非常的滋潤 可是呢又不會過於的油膩感 TOM4 哇這一組我也超級期待的 它這一次的主題香調呢就是酒釀櫻桃 我第一口聞到的呢就是非常香的黑櫻桃味 然後呢它有帶有一點點的花香調裡面 你買這一罐香水之外呢 它會再多送你一個隨身香 所以你用一個正貨價格去買它 然後你就又多送了幾末給你喔 它同系列的香氛呢還有推出香氛蠟燭 那香氛蠟燭我覺得做得超級漂亮的你看 那另外呢它們的香氛蠟燭呢都是限量發售的 所以如果你真的很喜歡這個香味的話 你知道趕緊購入齁 哇我的媽呀重量級的聖誕節豪華禮物又來了 你們看到這一盒 阿媽你的有多豪華 然後另外呢它這一組呢 就是有非常多的經典唇彩在裡面 像是定制唇粹阿唇膏阿還有琉璃唇粹都有在裡面 那有兩個很重要的要跟大家分享的 有沒有看到最經典的定制唇粹的番茄色 它就是淡擦跟厚擦都會很好看的顏色 然後咧還有這一個 這個呢也是他們亞洲熱賣色的拿鐵玫瑰 是屬於比較溫和版的一個就是讓你有氣質的顏色 還有一個我覺得很必須要跟你們講的 就是前陣子呢阿媽你推出了黑曜石的保養系列嘛 裡面呢有收錄黑曜石的眼霜以及卸妝水喔 哇 拜託這一組請不要 請讓我帶回家好嗎 來到Mars了 這是他們的惹禍唇膏 那今年呢他們把經典的五個顏色呢 換上了新的衣服 就如同你現在看到的金色彩衣 好 那它的那個惹禍唇膏裡面呢 我最喜歡的顏色就是Mona 給你們看 它是一個楓葉紅 是一種帶橘的紅色調 所以呢擦在嘴巴上的時候 雖然會讓你有一種氣勢的感覺 可是不會顯老 像我這種相機的人都可以擦 你一定也可以 然後另外呢還有這一個 如果你是喜歡走那種華麗氣勢感 今天老娘是全場最有氣勢的那個人 請你擦這一支 這一支呢它叫Rita 就是總經理紅啦 你擦上它去你知道Party 或者是尾牙呀聖誕節派對呀 拍照的時候氣勢不輸人 然後惹火唇膏我很喜歡它的原因就是呢 它本身顯色度很高 然後同時它裡面也有添加一些保濕的脂脆成分 所以呢擦上嘴巴的時候會讓嘴巴的這個 有整體的那種很高級的絲絨感 可是呢又不會乾還可以修飾唇紋 來到這裡這個是The Body Shop的聖誕節組合 那這一組的話呢我覺得蠻適合小資組 或者是呢你就是預算在兩千塊以內的同學們可以入手 那這個系列它裡面有分三種香調 茉莉花香的時候呢它是給我一種很清新的感覺 就很像冬天你走在茉莉花的花園裡面那種清新 然後吹著冷風的那種舒暢感 然後另外呢它的蔓越莓味道呢就是屬於那種比較甜膩 然後甜蜜的女孩你知道青少女很適合的一種香味 不會過於的甜膩 再來最後一個呢 因為呢它是香草和太妃糖 所以它整個味道呢確實是比較濃郁型的 然後這一組呢它除了就是有這個身體磨砂膏以外 還有像這個是身體的乳霜以及呢護手霜 像護手霜的話呢它就是三個味道一次就可以購入 這一次他們的聖誕節組合非常有故事性 他們就是想要你知道推廣台灣在地的文化以及一些特色的店家 那他們在這一次呢也同時推出了新的系列跟大家見面 就是這一組 那這一組呢它本身裡面有這個潤膚霜以及呢磨砂膏 然後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 像這個是身體乳 它整個觸感呢還蠻水潤的 不是那種你知道非常厚重的 擦起來會蠻潤澤舒服的感覺 我覺得愛杏仁茶的人應該會很喜歡 但是它這個味道不是那種刺鼻型的 是讓人家覺得清甜的那種淡淡的香氣 然後另外呢還有一個就是 他們有跟這個在地好店做一個聯名 所以呢這是他們的設計店家呢推出的這個明信片 也會收錄在這個禮盒裡 Zara和Joel Loves聯名的 那這個呢是他們家的那個聖誕節的倒數月曆 裡面呢就有Zara跟Joel Loves最經典的八款香水在裡面 同時呢它有推出香氛蠟燭 還有乾洗手啊沐浴乳啊身體乳在裡面 像這個呢打開來就是 這是迷你版的香氛蠟燭 嗯很可愛 然後這個呢也是迷你版的香水 再來還有一個很重要的點就是 Joel Loves有一個新推出的香水呢藏在這裡面當中 讓我先幫你們聞聞看是什麼味道 喔它這個味道就是你知道愛柑橘調的你一定會喜歡 因為我第一口聞到的是非常濃郁的葡萄柚香味 打放最有名的就是他們的精油保養嘛 因為呢它可以拿來就是護膚以外 你也可以拿來聞香放鬆按摩 然後這一次呢他們有推出這一個 那這組合呢就是他們最經典的一些精油呢香味都會在這裡面 你們看到這邊有很經典的一些香味 然後同時呢他們還加入了新推出的產品 叫做24K小精瓶 這個呢就是它裡面有這個金箔 然後像金箔呢就是一個很棒的 看氧化和抗老的那個成分嘛 因為他們家的味道都是非常天然的那一種草本香味 這個呢你也可以拿來當做濕敷的時候使用 比如說呢你就先把它擦上臉 然後做一個簡單的按摩之後呢 再上一個化妝水把它濕敷在臉上 然後時間不用太久 大概五分鐘以內就可以把它拿下來 然後使用後那個皮膚就是亮晶晶 整個很有就是光澤感 再來呢就是這次他們的聖誕節組合還有一個活動 你只要購買了聖誕節的產品呢 你就可以再做這個小雪球 你可以自製喔 那這個呢就是我挑了這次最想要的三個聖誕節組合 全部都是你知道私心購物愛用的啦 第一個呢這個是Armani的 因為它裡面有太多經典的唇膏唇彩的 都是我很喜歡的 然後外加呢它這一組 其實整個算起來是蠻划算的 然後再來這個那個Kiehl's的部分呢 也是我自己非常喜歡Kiehl's 所以像這個東西的話我等一下就要重去 先看什麼時候可以賣 我就要賣起來了 然後再來最後一個是Avanda的 我覺得因為Avanda它是你知道 護髮品牌起家嘛 然後他們家的所有的髮品都非常的好用 而且呢你送髮品出去 因為畢竟這是一個 這個叫做必需品 然後也是一個消耗品 所以如果你是把它當作禮物送出去的話 其實滿適合的 就是不管是男是女什麼年紀的人都用得到 所以我覺得這個也滿適合送人的